东鱼树也叫上枝树 其实这个上枝树放在庭圆带种是非常好的 有时朋友说这个树枝一枝像个上枝能不能去修剪 可以的啊 其实我们把这个一枝旁边这些的话我们可以修剪一下 修剪出来的话就像个上枝了 其实整起来啊 整出来的话还是蛮好看的 就这样跟着这个上枝的形状去剪啊 这样就剪出来 剪出来的话就像个上枝一样更加的好看 可以看一下像这样的形状 是不是显得更加的美观 旁边这个的话我们也给它剪了 旁边这个的话也是给它剪 把所有的一枝给它修剪一下 剪的话我们就剪到这个一枝开开立的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可以修剪了 这个上枝树啊 它是一个正宅之物啊 在我们的庭院里面栽种是非常好的 一个是能够正宅啊 能够聚才非常的多人喜欢 可以修剪然后的话 看一下修剪出来的 让它的效果更加好看 像个心形一样对吧 看一下啊 如果说你们也是喜欢 像这种上枝树的话啊 可以买回去 放在我们的客厅里都可以啊 像这种 像这个没有修剪的啊 就是看见以后凌乱 所以上啊 我们也是通过了给它去修剪 修剪出来的话就看出来 效果就不一样 就像个心形一样 啊 对吧 剪出来的话就看起来更加的好看 修剪也是啊 看起来比较 比较乱啊 有些的话就坏了 我们一起给它修剪一下 让它变得更加的整体美观啊 其实这种修剪的话可以修剪 修剪好了 看起来的话正 整面来说更加的好看啊 啊 鼎胜修剪同样也是给它剪掉啊 因为有些烂的一级啊 啊 我们修剪过后啊 让这些烂的一级就变成整体起来 啊 这样子一样 上级树啊 是不是感觉更加的好看 对吧 每一个就像个心形一样 看上你们喜不喜欢这样子的啊 剪起来剪好以后啊 每一塔一塔的上来是非常好看的 又壮观 那整体剪完以后啊 这个上级树就这样子就看起来就好看了 对吧 上面也是一级的话先保留 如果说感觉这个一级不好看的话 我们同样也是可以 可以给它剪掉啊 这个一级的话剪到它也同样会长 对吧 实际上的话在这个庭院里面啊 在客厅养这个竹鱼树啊也是非常好的 啊 可以看一下啊 有没有喜欢的 我的小店里面有着啊